同样也是环保的议题 去年5月花莲反普丰案 迫使得花莲县政府将普丰撤照 并订定了花莲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 这次条理草案 不过反普丰自救联盟成员 不满畜牧场离住宅只有300公尺等规定 10号上午是到花莲县议会提交证情书 提出了包含农舍遵守原基法 距离住宅500公尺以上的三大诉求 期盼县议会议员能够严格把关 花莲县政府切勿强度关山 花莲县议会10日举行程序委员会 花莲反普丰自救联盟同日聚集约20人 到县议会举牌表达诉求 要求定期大会重新订定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 随后由花莲县议会秘书长陈德惠代表接受陈勤书 反普丰自救联盟会长张家慧指出 提出诉求主要是认为自治条例草案不够完整 县府订定的规定不符合民众期待 花莲中区青年小组陈庆元也表示 县府应重新建立平台会议 即使是疫情期间仍可透过线上视讯开会 让民众更了解并完善讨论自治条例的订定过程 如果你真的到寿风 譬如说养殖区里去感觉 即使一公里你还是闻得到味道的 像坑木的问题目前是没有改善 没有办法去改善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 你一千公尺事实上如果我们说真的在座民众 你们觉得一公一千公尺够吗 不够 所以事实上一千公尺一定是我们的底线了 我们这一次在反普丰之后的序幕的发展上面 也有就是许多部落的年轻人出来 就是反就是出来那个反映那个原基法 諮商同意权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的诉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遵守原基法 那即便就是现在在中央法规上面的一些限制 但是我们也认为说在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应该要更加彰显 原基法它最当初的立法精神就是它的知商同意权才不会像我们 现在有很多部落也发生了这个序幕业发展的问题 那以上就是我们希望针对我们这次的诉求就是今天能够退回序幕条例的排进这次 临时会的议程那也希望县府能够在后续积极的开启平台会议的协商以及沟通讨论 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这三大诉求是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三个诉求都不会退让 因为那时候场面非常的混乱 那县政府他们一开始也是说我们不讨论自治条例 但是我们就是为了自治条例而来的 那县府它只是单方面要我们接受他们所提出来的 那他们提出来的很多条例方面 我们认为很多很多点不完善 那我们希望能再针对这几点去做完善 那我们花莲可以定出一个更适合我们花莲人的自治条例这样 陈情书提出包含农舍遵守原积法 距离住宅500公尺以上三大诉求 其实在上次平台会议后 议员也是分别的在表示 其实在法律的部分是不受及既往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精神 那我们在订定自治条例审核通过之前 相关送进来这些法规 我们还是有继续在审 只是说我们审的态度有再严格一点 就是更谨慎的去评估 是不是会对当地的民众 他们的观感 他们在意的事情 一并去做这个部分的考虑 所以其实现在在审的动作上还是有 只是有稍微变缓 那未来要新送件的部分呢 就必须要符合现在新的序幕自治条例 华联县火农业处长吴坤卢表示 草案中的300公尺是只半径 只径为600公尺 距离应该已足够 在部落资商全部分 会召开地方说明会让居民了解 至于农舍因为不属于住宅区 不列入考虑 经过生意会讨论后 议会确定华联县新设置序幕厂 管理自治条例 列入临时大会议程审议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导 lungen读一样